我們今次講到輕鬆得性的第九點 大約輕鬆得性 在一個處理生命和發揮生命的教導 有三個大部份 我想大家跟著我講一次 很簡單的 第一個部份 活在神的愛 一起講 活在神的愛 供應 和計劃裡面 三個一起再講 活在神的愛 供應和計劃裡面 這就是第一個部份 這個部份叫我們得力 即是說我們活在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然後神的供應 供給我們 於是我們不用擔心 先求祂的國和義 一起加給我們 然後活在神的計劃 神的生命和計劃 第二個部份就是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是有各樣的 大約是什麼 接著我講處理生命就行了 第二個部份是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 處理什麼呢 第一就是被人影響 接著就是世界的價值觀 負面罪和傷害性情的問題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負面潛意識 生活的方式 就是怎樣不給這些影響 處理生命 讓我們整個生命 是不受人影響 不受人傷害 就算有人罵我 他罵我是他的問題 如果我有錯我認錯 如果沒有錯我不用放在心上 基本上就是怎樣 垃圾 不要搖 是不是 好的東西我要 神從神來的我要 從好的基督徒 或者任何人說的好的話 我們要 但是如果是垃圾 不好的話 我們就不要 基本上是這麼簡單的 就分別 還有有些是在自己心中發出的 我們就不要 負面的就不要 這是第二個部份 第三個部份 在這裏 一起讀 結滿聖靈的廣止 我發揮生命 輕鬆得聲 就是一個發揮生命的一個教導 因為很多人覺得 我要發揮生命 很難 我做不到 我不夠聰明 不夠好 我們會怕著不夠好 但是 三個教導 很簡單的 有十點 第一就是 活在神的愛 供應 以及計劃 在他裏面 我就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了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中 各有問題 所有影響我們的地方 接著第三部份 就是結滿聖靈的果子 以及發揮生命 神就喜悅 古樂石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原來跟神的關係 我們這次說到 第九點 接著是第十點 輕鬆得聲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 輕鬆得聲 然後二目師就會找到 這次第九點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若全心親近神 可以追求充滿聖靈的果子 有可能有個誤解 覺得 哇 給人這麼喜樂 很難的 給人這麼平安興散 這麼溫和 很難的 但其實聖經裡面告訴我 聖靈果子是誰結的呢 是聖靈結的 只要我們親近神 就會有聖靈的果子 就不要想得那麼難了 即是生命的改變 不是那麼難 只要你償在神裡面 你自然你的生命 就會流露出聖靈的果子 我們一起讀聖靈的果子 看書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聖靈所記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神、恩友、節制 聖靈的果子下面一起讀 聖靈的果子是在親近神時 神在我們心中產生出來的 當然你信耶穌就有聖靈的果子 但有些人他沒有親近神 的確是很少的 所以是親近神 親近神包括思想聖經 以及去祷告 兩方面的 神就會產生聖靈的果子 這個不是人能夠產生 而是神產生的 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初信主的時候 忽然間就覺得神很好 很想改變 很想傳福音 很想告訴人耶穌多好 又心很開心 有沒有這種感覺 一信主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聖靈的果子 一信主的時候他就生出來 但有些人就發覺 後來睡得久 開始麻木了 為甚麼麻木了 因為人們對他不好 開始他就生氣了 怒吵 哎呀 這麼難傳福音 於是開始又不開心了 即是就會受影響 受影響的時候 聖靈果子就減少了 或是小親近神就減少了 但如果一個人持續七近神 聖靈果子就會持續 產生出來的 我想問你 你現在聖靈果子多一些 因為初信主的時候會多一些 很多人初信主的時候很多 然後後來就減少了 有些人曾經減少後來又升上了 當你有經歷聖靈多祈禱 就自然會增多 有幾個是繼續增多的方向的 請你舉手 有幾個在這裏呢 是你發覺聖靈的果子是繼續增多的 那你就感謝神了 恭喜你們了 如果那些不是的 不要緊 你親近神 神自然就會產生聖靈的果子了 好了 我們現在先講到愛了 愛分開在兩方面 愛誰啊 愛神 然後接著呢 愛人 所以這個果子第一就是 就是愛了 愛怎麼一來呢 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在這裏說 是屬靈的生命產生 因為神在我們裡面活著 就會產生這些果子了 古龍德後書五章十四節 原來基督的愛 一起讀有經文就 原來基督的愛激毀我們 因我們想 一人記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 有人一書四章十九節 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我們 臨前六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愛主 此人可坐可就 主必要內服 這裏說到就是 首先就是愛哪裏 就是基督的愛激毀我們 其實耶穌真是每天服侍我們 是不是 就算你沒有祈禱 神都會感動你去祈禱 當你有祈禱 你就發覺 很明顯感受到平安的 你有沒有發覺 當你一靜下來祈禱 是有分別的 當你讚美神有沒有分別 就先讚美神的時候有沒有分別 是有的 神的愛就會激勵你 神的動作是很好的 神是充滿愛的 當你被神去激勵你的時候 你自然的心裏就會改變 為何有些人這麼委身 是因為神的愛激勵 我自己也是 我願意完全給神用 就是因為神的愛激勵我們 基督徒的改變 是神的愛推動我們 不是壓力的 聖經裡面說到 就是神的愛激勵我們 不是說 有些人這樣想要看聖經 又要祈禱 還要傳風陰 還要改變這麼多東西 不要看那些 不要電影 不要做這種 當你這樣想就很辛苦了 但當你想到神很好 就是被神的愛激勵 是很痛的 所以你基督徒生活 你覺得無力 就是因為你缺少了神的愛 你經常告訴自己 一起來就說 神在愛著我的 一跟我說 神在愛著我的 愛著我的 神在看著我的 神陪著我的 神敵意祝福我的 我在神的眼中是很寶貴的 我在神的眼中是很寶貴的 我每天都跟自己說這些說話 每天都跟自己說 讓我們乘在神的愛中 我們愛因為 是不是因為我們才愛神 不是的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人本身 人本身基本上是自私為主的 就是想到什麼都有什麼好處的 但是神才愛我們 我們才去愛人的 而聖經講到警告 如果不愛主是怎樣的效果 可助可奏 所以我們 雖然耶穌千萬不要愛主 就是說 耶穌對我們這麼好 我想問你 你媽媽對你好不好 好 你會愛你媽媽嗎 會 耶穌愛多 要是媽媽愛多嗎 耶穌愛多很多 因為耶穌給我們贖靈生命 給我們贖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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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有天堂 經常提醒我們 經常幫助我們 在各方面 供應我們的需要 是不是神很多恩典 你去使用祝福人的時候 你又可以被神使用 所以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給神使用 神真是好 心裏面就很感激神 你就會這樣已經是愛神 很喜歡神 神真好 這個就是已經有愛神的心 但如果一個人 說耶穌 神對我不是那麼好 對那個人那麼好 我只能上天堂 又不是那麼多賞錢 我又不是那麼多能力 經常都是這麼埋怨 我想要一個 怎樣一個老婆就得不到 想要多少人工 腳又不行 那個人有那麼多人工 當一個人經常這樣想的時候 神不公平 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的 這樣的時候 可以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 就留意你裡面 有沒有什麼對神負面的聲音 因為愛神可以包括什麼呢 幾樣東西 第一愛神 跟著我講一下 愛神就會 喜悅神 感謝神 歡喜親近神 歡喜與神一齊 歡喜忠從神 渴慕神 這個就是 就是說 與神的關係 愛神 不只是 不只是遵同神 一聲音有講到 好像六切無稽水 這樣切無他 是會經常都說 我要去尖養祂的榮美 去親近祂 有講到這種關係上的 也有講到 有行動上 會遵從神的 會看重神 會感激神 這都是愛神的表現 那你說我現在愛神不夠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悔改 和想到神的恩怜 你越想到神的恩怜 你就越容易愛神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覺得 神 要祈禱 我要這樣 要祈禱 要看聖經 要經常想神的東西 這樣想就會覺得是一種壓力 為何可以不是壓力呢 為何我親近神的壓力呢 或者很多人親近神的壓力呢 你經常想神多好 神做的花草樹木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如果你去研究 看蝴蝶的顏色 真的有很多種款 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黃色的蝴蝶 你有沒有看過 鮮黃色的蝴蝶 你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藍色的蝴蝶 有看過 有亮的蝴蝶 即是那些發光的 好像螢光的蝴蝶 有綠色的蝴蝶 有些是好像螢光的 有看過很多的 有些長美的蝴蝶 很多種的 其實呢 當你看的時候 真的很好 吃東西都是 每一種食物不同的 是吧 真的 其實很好 其實我們最實際就是吃東西 是吧 譬如芳果 真的有一種香味 菠蘿有一種香味 即每一種食物 都有它的香味 我們就經常說 神真的好 那你就會很容易享受神的 還有我愛神 我生命就會發揮 你就會有動力 但是有很多人 跟神一樣是沒有這種動力的 他因為他不懂得 數算神的恩典 所以這個亦都 一方面是神產生 另一方面是我們明白到 神的美善 思想神的美善 那你的生命呢 當你看到神的美善 你的心就開放 開放神的恩典就來了 好了 愛神愛人是怎樣的呢 哥倫多前書十三章四節 愛是恒久隱愛 又有恩慈 愛是不疾度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化怒 不計算而的愛 當你去愛神的時候 恒久忍耐 有內心去愛人 有些人說 這件事就做不 真是很難 譬如你教人英文數學 是否覺得很難 教人呢 教的時候 或者你幫一個人去愛耶穌 但他又不聽話 會不會覺得猛狂呢 覺得猛狂呢 你又辛苦 他又辛苦 但你全一個心 就是說 譬如他在這個狀況 你提醒他 他可能很慢 但他慢 其實我們想得急 不用急 你幫到多少 你越急 百苗助長 行不行 那些 種了那些米 你拔他 讓他快一點 長大 長大 行不行 不行 你今天 你要開始全部愛主 你整個人全日愛耶穌 行不行 不行 但你今天改變到先事 已經行不行 所以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是怎樣 行狗忍耐 長時間 有耐性 慢慢來 不要緊 心不用急 我做到要做的 我就歡喜滿足了 心就歡喜滿足了 Hallelujah 我幫到這個人就滿足了 有恩慈 恩慈即是Kindness 很想對人仁慈 其實恩慈 用我們普通 現在我們說的說話 就是仁慈 即是 有仁慈的心 有一種慈愛的心 想祝福人的心 又不實道 就是說 他現在比我厲害了 我以前帶著前夫 他現在全方比我厲害了 那又會 我令敬拜 他比我更好 我就會習道 這個也有破壞的 又不會自誇 你看我做得多好 其實不需要自誇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 所有都是神欣賞的 神欣賞的時候 是往往做的 所以做的時候 你做得多好也好 你祈禱 你提醒自己 為人祈禱 他經歷聖靈 不要 你歡喜我的問題 不要驕傲 不要覺得 今天很厲害了 不要這樣想 只是說 我祝福人 是神給我恩怜 然後不做害羞的事 就是那些是不見得光的事 我不會做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是輕易化怒 不計算人的國 這是很多人很難的 經常都會想到 他甚麼好甚麼不好 我們愛的時候 就能夠真的對人 是寬容 是祝福的 是不受人影響的 好了 跟著是喜樂 人愛喜樂 你想要喜樂 第一步是要放手的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鞭 學我的仰式 者有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就是說 你想喜樂 有些人很想喜樂 那麼就祈禱 為甚麼他們那麼喜樂 為甚麼我喜樂不到呢 因為心仍是拿著 拿著的時候是很難喜樂的 當你發覺你的心 拿著不放手 你又問問自己 是否一定要拿著呢 其實我 我未信耶穌之前 神都使用不同的東西 教我的 其實人人都會有這種情況 我試過有甚麼教我 有一次我追巴士的時候 我當中學生 追巴士的時候 我袋裡面有個五毫子銀 五毫子銀和現在的價值是不同的 那時可以買到 維他奶是兩毫子一瓶 我跑的時候 那五毫子銀就掉了出來 那我有兩個選擇 就是停下來收拾銀 第二個選擇就是追巴士 就沒有了銀 那我當時忽然間就去想 我現在是緊張追到巴士 還是緊張銀呢 如果我緊張追到巴士 我就放棄銀 如果我緊張銀 我就沒有追巴士了 就收拾銀就算了 我當時就說 不要緊啦 沒有了就沒有了 巴士很重要 那我就跑 那我就說 放手了 算了 不要想了 那時我還沒信耶穌 其實神都被人聰明智慧 這個事件令到我以後有甚麼事 就說放手不重要 其實我們都試過有些損失 有沒有試過有些損失 有沒有試過損失之後 很傷心 很不開心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損失就會回來呢 不會的 那些損失更多 但是當你說 不要緊啦 損失了就損失了 反而你可以得到那麼多 你會學到更多東西 那我自己其實 過程我曾經損失過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發現我得到更多 我經歷四年充滿 其實我被傳統教會拒絕的 但是我又覺得不要緊 我現在祝福人更多 幫人更多 那我又覺得不要緊 我就放手了 那我心就鬆了 那你才有喜樂 如果你介意別人的東西 你很難喜樂 所以第一就是來到耶穌 而這個經文所說 如何得到第二種安息 第二十八節 11章二十八節就說到 煩勞苦丹重掌的人 可以當我自己的良 我就是私利的安息 就是勞苦丹重掌來到神 然後下一句 我心裡有何謙卑 因為耶穌很柔和謙卑 沒有人能夠說這句說話 因為耶穌是神 祂才能夠說這句說話 你們扶我丹 即是和我一起侍奉 好像牛 有丹在頸上拖著一個例 你扶你丹 學我的生命 這樣 你們心裡就能夠得享安息了 你的心 他講到兩種安息 第一種就是離親的我 第二種就是當你扶我丹 學我的良識 你就心裡別得享安息 這就是講到 能夠你侍奉主 又學耶穌的生命 你就要放手 你在生命裡 有沒有些東西需要放手 你想有聖利的果子 一定要放手 你不放手越辛苦 那你就放手 沒有損失很大 其實不是 很有趣 在天國裡 你越放手越得更多 你為神的緣故 因為耶穌說 一粒墨紙不落在地裡水裡 營救是一粒 但落在地裡水裡 就會結出很多紙粒 你想要結出很多紙粒 你就放下你的時間 你的心裡緊張的東西 你的心裡就可以改變了 接著是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悅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怎樣可以喜樂呢 就一定由神的愛來 一起來就說 神在愛我 阿里路人 感謝耶穌 我可以有原因 開心的 我是盡量保持自己 整天在開心的狀況 我呢 人人都有不開心的 你以為我又沒有 有的 我不是沒有 而是我有了不開心的 我只是處理 有時很快的 當有些人說一些不好說話 我立即就說 譬如我訓練到這件事不是我的錯 在這件事錯的時候 我就會盡快處理 而立即說 耶穌愛我 我亦都說耶穌祝福過人 那心就很快 能夠平安 和喜樂 那我也感謝神 譬如剛星期日 我去一個教會 很久沒有去的 這個教會 他就再叫我去 那他就很想 他曾經一段時間 對聖明不開放 因為來了一班人 對聖明不開放 一祈禱的時候 那班人就走 後來他們就說 不要有這個祈禱時間 但是這次他來 我去的 他說你一定要有這個祈禱時間 現在祈禱的時候 有好幾個人是感動和喜樂 那我就發覺 其實當人興省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存在這個喜樂的因果 當你的心是可以湧流 即是你祈禱的時候 可以隨時隨地 Hallelujah 神的喜樂就湧流了 你隨時可以這樣的時候 神的喜樂可以透過你祝福別人 你想像這樣 每天都開心 Hallelujah 其實那些煩惱不用觸實的 當你每天都想著神的愛 你就可以有喜樂了 其實不是我們產生出來 是神產生出來 真的有些人是特別有強的 喜樂恩高 所以記住了 是的 他發揮 可能他就不是在 有些人的其他地方 他想像其他人有些地方 未必是他最強 你最強的那樣呢 喜樂了 興省了 這個是神給你的禮物 你就用那樣 就是我們不用像誰人的 你像你自己 你像耶穌 你做回你自己 Hallelujah 來欺米記 8章10節 一言而言得的喜樂 是我們的力量 喜樂是力量 多人天都說 哎呀好慘啊 有沒有力量啊 哎呀又要講道了 是沒有力量的 但是他有神的喜樂 就有力量了 還有聖經的吩咐我們要靠主 其實在原文是 或者用英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裡面 是跟耶穌的關係 靠主和在主裡面是不同的 主裡面是一個關係 靠著耶穌 就是你 靠祂 有喜樂 還有你在主裡面 產生的喜樂是不同的 意思是不同的 靠主是有一些 就是依靠祂 但是在主裡面 是跟祂的關係 所以應該是翻譯到 在主裡面起落 好了 接著是和平 平安興省 有時候人們就會 猛爭怒吵 這個社會有沒有猛爭怒吵激氣 是時時也會有的 首先第一個是放手交給主 甚麼人都放手 羅馬書十四章四段 我們要去勸導人 帶我們放手 你是誰 竟論斷別人的墓人 他說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有必要站住 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緊張 別的教徒 我們緊張 關心是應該的 聖經也有一句說話 講到 總要趁著環有 今日天天彼此雙圈 免得有人被罪名 心裡就光顏了 免得有人心裡光顏了 被罪名 是要雙圈的 不過我們雙圈都有兩種雙圈 圈完之後見到他就不努力了 他不聽話 他不改變 我想他改 他不是馬上改 他不是馬上改到 我們就不努力了 不要緊張 你想和平 就是你的心平穩安靜 就是說我已經做了我可以做的 我提醒他 有時也不是提醒他 而是有時給他更多愛 關心 欣賞 他會改變 好了 他說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他的主人 主耶穌在 他會看著他 而且他也必能夠站住 因為主能施他站住 有沒有發過很多雕圖 很多年都軟弱 然後不知為何某個時候 神又興起他 有些人一輩子都軟弱 到他離世都有的 但是有些人軟弱很多年 神又興起他 就是說神能夠做得到的 有些人經過很長的時間 不過希望我們這裏中間人 不要等那麼久 行不行 現在今天就說 神可以由仁愛喜樂和平 輕省一些 有些人就覺得 我要成長 我要心急火熱 嗯 在神裏面不是這樣的 神裏面輕鬆一些 親近神 神會幫我的 不用急躁 不用急的 你越輕鬆你已經去到了 你越急越去不到的 詩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懷中 這個講到斷過奶的孩子 為何不是未斷奶的孩子 未斷奶的孩子 在母親懷中 就會常常喝奶 有時小時候又會 無緣無故會哭 有些嬰兒都很少哭 我感謝耶穌 我媽媽告訴我 她說我小時候很少哭 我感謝耶穌 這是神給我的性格 這個都是一面 然後她說斷了奶的孩子 她就想親家媽媽 就喜歡媽媽抱著 你在神的懷孫中 耶穌愛過我的 照顧我的 因為我們很多人 不是一個愛的環境長大 雖然父母很多人愛我們 不過可能有時 懷我們、罵我們 多過愛我們 好像很多時候不接納 於是我們的心裏面 就有一種 難以覺得自己是被體重的 但我們都學習 數算父母的好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有他們的軟弱 所以我們數算 學習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很多人成長都覺得要很緊張 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如果你發覺你平日是這樣 又生氣、又生氣、又生氣、又生氣 那你就說不用急 不要緊的 不要死的 沒有問題的 不會搞不定的 即使有些很大的問題 這個東西是很好的 我感謝我太太 有時我有些東西弄死了 她的回應是很簡單 我真的很喜歡 不要緊要回去洗就行了 其實是的 但有幾個太太 當我老公倒死 我這麼論盡 幾下歲的人都沒有這樣 你怎麼搞錯 你不用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的 其實回去洗就行了 她的衣服又不是龍袍 不是不能洗的 是可以洗的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很輕盛 羅馬書12章18節 若是能行 總要與眾人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這是和平 第一跟神和平 跟自己和平 跟人和平 盡力 若是能行 有些人真的不願跟你和睦 你沒辦法了 不過他不和睦 你也和睦 你看到他都是和善的笑 不要緊要 一樣見到他 一樣立頭 他不立頭有他 不要緊要 我總是會招呼人 其實我以前曾經做院務 在醫院裡面 很多人我每次跟他招呼 他每次不理我 沒有反應 不過我不要緊要 因為神使我一個人 最後安慰我 其實我過程都是安慰的 不過這個人的說話都是安慰我 我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說 他每次見到我都和我打招呼 每次都對我表達很友善 我覺得很開心 但他一直都沒有和我說過 我走的時候才跟我說 就是有果效的 但是不要緊要的 總之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總是去做遵力 和眾人和睦 人愛喜樂和平 忍來 《荒林黨詞書》13章7節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 凡事忍來 我想問大家 這四個詞很重要的 包容誰 相信誰 盼望誰 忍來誰 我想你回答 包容誰 包容人 相信誰 相信神 千萬不要搞錯 凡事相信人 你很不行 行不行 好不行 因為就算你的親戚 有聽過親戚出賣親戚 有 可以出賣很多錢都有 所以 我們信不信人呢 信 信到程度 是根據這個人 你所認識他的程度來相信 但是呢 有些人 你看他的生命 有些人 他的生命是一個半浮沉狀態 可能他某程度上是可信的 但是你也知道他有可能會失敗你的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這個相信 所以我們 又不能說我不相信人 就是我們一定有相信人 不過你相信甚麼程度 譬如說 鄰居 你相信他 他不會把你家裡的東西 把你偷走 就是這件事你可以相信 他不會走去打劫你家裡 就是有些人會相信你 但是呢 你未必相信他能夠 然後呢 凡事都維護你呀 對你好呀 就是這些呢 我們分辨了 我們有些甚麼可以相信的 凡事盼望是誰呀 盼望是神 不是人 你凡事盼望你的兒子 可能你會失望的 你的兒子未必達到你的盼望 所以我們要分辨 是盼望誰 凡事忍耐呢 人呀 神要甚麼忍耐呀 不用呀 但是很多人要忍耐神 為甚麼他經常都心急 經常都說 神你快點給我 神未給他 他就覺得忍耐 其實那是人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 對神是心急的 所以這個忍耐 耐性 耐性是難的 為甚麼我們急 當你不急的時候 你就容易忍耐很多 我們要知道 不急是否代表忍耐呢 豬油包 豬油包很慢的 有些人 真是慢吞吞 走路都慢一點的 有些人 他做甚麼都慢吞吞的 是否這樣的人就不用忍耐呢 他只是他慢動作而已 說話都很慢的 慢動作不代表他的人就能夠忍耐 慢不一定是忍耐人的 忍耐是一個選擇 是我知道他有問題 我依然忍耐他 其實這些聖靈果子不會天生的 當然天生都有的 不過天人也有開心的 不過當你住到困難 這個天生的喜樂 就未必會表現出來 這個天生的神德造人有這個質素 但基督徒要成長 必定是選擇的 好了 羅馬書百貫章三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忘 在患難中是歡歡喜喜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 這個是自然還是選擇 選擇 一定是選擇 有患難被人迫爆 不要緊的 神會祝福我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在患難中要學到怎樣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其實這個翻譯中文是 可能很多人不太明白的 是character 即是性情 當你忍耐的時候 你的性情就變得更加成熟了 更加不被人影響了 更加有耐性了 這個是性情 然後這個性情 即是說到一個好的性情 就會能夠有盼望了 能夠有堅定的信心 就算是困難 事情未解決我也有盼望 沒有命 所以下次當你 我想問問大家 有哪個人你覺得很難忍的 自己 自己很難忍 自己的良人就覺得自己未達標 是不是 沒有達標 好了 那怎樣可以忍自己呢 如果這樣未達標 怎樣可以忍自己呢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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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立自己 我照自己我未那麼快 不要緊的 未那麼快是不是很緊要 不要緊的 總之我每天都清晨神 每天都有一些力量 那就可以了 有些力量我就向前了 我們找出我的問題 我每天處理一些 每天處理1% 100天就處理100% 總之我每天向前去 如果你每天處理一下 其實每天從神得力 一起來 立即選擇 那就是神耶穌愛我的 你就得力了 其實不是難得很緊要的 我希望我們中間有多些人 有這些見證 處理真是進步 你又要分享 讓其他人都知道 不是那麼難得那麼緊要的 我真的發覺 在我聖靈充滿之後 真的不是那麼難 我以前其實 為什麼我覺得 有很多問題我會處理到呢 是因為我覺得問題那麼緊要 不覺得它那麼嚴重 還有 覺得犯了罪 應該就是求耶穌射臉 就是有些藉口 但是我現在知道 神是最美善的 如果犯罪是會破壞神的計劃 也不能夠生命那麼大發揮 所以我就選擇 一有些什麼問題我立即處理 這個就是 我選擇了就發覺不難 真的不難 可不可以啊 你有沒有試過啊 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選擇 刻意的選擇 刻意的選擇 那個情緒 那我就說 其實都不需要被影響 但是那個心就說了 不用被影響 但是那個心依然有些不舒服啊 那不舒服呢 那讚美神 神一定幫我 神一定祝福我 神經紀念我的 沒有的 我有試過 發覺第一晚睡覺半夜醒 又是想起那件事 但是發覺第二晚就好了 第一晚就覺得還是不舒服 但是因為我經常都告訴自己 不用緊張 不用抓緊的 放手 那真的心就鬆了 所以其實 是可以選擇的 你試一下去做 那神都用了 神經紀念初冠 很長的時間操練我 讓我處理生命 因為這是一步步的成長 恩慈了 Kindness 以法所書四章三二節 並要以恩慈相待 全年吻的心比之遙恕 即連神在基督裡 遙恕的靈人一樣 就是經常用Kindness 仁慈 就是恩慈 其實就是仁慈 不過他或者 在基督徒來說 因為神的緣故 他就加一個恩字 或者跟普通的仁慈不同 恩慈 就是因為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對人慈愛 用恩慈相待 時時憐憫 和謙謠說 就是一個心就說 我時時用Kindness 仁慈對人 整個仁慈愛對人 又憐憫他 又謠恕他 就是有人好的時候 簡直這個代表一個 很困難相處的人 其實這個困難相處的人 其實他都很辛苦的 他都有很多問題的 他都是受人傷害 他又不懂得處理 大部分的人 是不懂得處理情緒的 大部分的人 是任自己的情緒 想生氣就生氣的了 他一旦不拒絕 我自己親眼見的 在過關的時候最容易見到的 有一個人在洗手間那裏 有一個人在洗手間那裏 就… 我忘記了一個大 就是大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背著一個很大的背囊 碰到人 那個人叫他不要… 你小心你的背囊 哇 那個人被他說的 生氣得怎樣 跟著他 他一路過關 他一路跟著他 一路罵一路罵 罵到要那些過關人員幫忙 就是不服他這句說話 你為何要說我妨礙你 為何要說我碰到你 就是這樣就不開心 那這個呢 就是隨著他心裡面那種的情緒爆發 但我們只會說 他就是這樣 因為他不懂得分辨 所以他就會爆發 那其實他很可憐 整個都這樣爆發 其實他沒有什麼朋友的 他沒有什麼人真的會信任他 其實他給我可憐 他將來要審判更可憐 所以我就練習他 練習他 我就是練習他 練習他 我就是希望我的態度 對他好 以至於他改變 有時人會改變 有些人的態度不好 但你慢慢會令他改變 我曾經有不同的跟我說 他說 起初那時他對我的感覺 有點懼怕 又不知道我怎樣 但經過我經常都這樣對他 還有有些人說 我很少見男人這麼熱情 見到警察就這樣 經常都是關心 經常都對人好 他說我們周圍的人 沒有人是這樣 我不習慣 但是他慢慢 他看到我多 慢慢就會被軟化 然後他覺得沒問題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音詞去改變 我們就看出人 時時都是說 不要緊的 我時時都是善待人 溫柔 貼上來《禪書》二章七節 指在你們中間全心溫柔 如同母親癒養自己的孩子 這裡很久講到他怎樣牧羊 好像媽媽餵奶癒養他的孩子 是很溫柔的 是柔和的 即是有耐性的 溫柔 因為普通人說 就覺得溫柔 就是那些女性 在抱著他 捱著他 那些叫溫柔 其實溫柔 男性也可以有的 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發怒 是柔和的 是謙卑的 會聽人家說話的 會關心人家的需要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到的 即是 你未學到 你一步步學到 有些人說 我習慣了這麼大聲的了 那我們又留意 為什麼要大聲呢 我在發問有些人說話 要大聲 他為什麼覺得大聲呢 他好像細生的人聽不到 但是其實 我們不一定要太聲人才會說服的 當我們看到 原來說話細生 但是又不是整天細生 有重點 譬如我講信息 有重點的時候 會有聲音會比較強些 有激勵的聲音 有興奮的聲音 但也有時候是柔和的 他幫人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 興奮的聲音 亦都可以有柔和的聲音 但最主要就是 看重他的心靈 他覺得被看重的時候 他就會改變 好了 溫柔呢 難一點是對什麼人 下面兩種人 比較難頂一點 第二種就是偶然被過犯所性 第三種是那些抵擋的人 加拿太書律正義一節 第一 又有人偶然被過犯所性 你們數年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把它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 又被人有 就是有人被過犯所性 有人犯罪了 我們就用溫柔的心把它挽回過來 有人犯罪了 這個就是一種 就是軟弱的基督徒 不過事實上人就是這樣的 總是 這個時候軟弱 一會兒又軟弱 一會兒又再軟弱 對不對 人總是 不同的時間 會有不同的軟弱 但你就說 我就繼續挽回他 他不夠好 是他要面對神 不是我要面對神 對不對 有時候 幫他都不聽話 什麼時候幫到呢 這是他的問題 我只是做了一個職責 就是我能夠幫到他 我就幫他 那時候 你的心 就會 不會那麼 心急 不會那麼 被他影響 《提案太后書》二章25節一起讀 《用溫柔券戒那抵蕩的人》 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這些是 簡直是抵擋的 但是你用溫柔的心 或者 他都說不是一定的 他會不會悔改呢 不知道 或者他會 但是起碼 如果我們強硬 他不會悔改 即是我們急躁怒躁 他會因為我們的緣故而拒絕了 但是我們溫柔的時候 溫柔不是一定要很細心的機會溫柔的 有時都可以用堅定的聲音 即是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這樣做法 是可以有嚴重的後果 繼續在最終可以有很嚴重的後果 即是有時你都可以大聲一些 不過大聲就不是好像威嚇他 或者是令他不舒服 有時有些人覺得 你這麼精細啊 你終於落地獄啊 你這樣說 有時需要的 OK的 不過你不要句句都是這樣說 即是有時你都會說 你會落地獄啊 很嚴重啊 即是其實看你的那個 演藝 演藝和你的脾氣 其實有時你很知道的 譬如有時見到媽媽打兒子 你知道她是脾氣的發洩 還是她要教她的 有些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 你不聽話 即是發洩 她是發洩 她不是 她的心不是想著 我現在要 即是怎樣去引導她 而是她 我怒氣因為受不了 所以怒氣 我們就說神幫助我們 不是要怒氣來改變人的 但我們是要提升人 要幫助人 即是我很想大家 都是處理生命 我很想大家 你時時都是有 人愛喜樂和平 人愛恩賜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都是時時活出這種生命的 節制其實 我們今天 其實我今次寫了 我已經寫了更長 不過我今次就 講到節制 我們下一次 還會再講其他的質素 即是基督圖的質素 其實是很好的 我希望大家 就能夠去思想這些質素 我不是說了九陽的果子 因為 有些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我就選了一些比較重要的 臨時 九陽二十五節 凡教歷真聖的 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 能懷的冠冕 我們卻是要得 不能懷的冠冕 現在剛剛是 奧林坎 比賽的時候 你看那些運動員 厲害嗎 很厲害 他們全部去到最盡 去到他們身體的能力 去到最盡 第一就是年輕 第二就是他們肌肉 練得很好 脂肪盡量減少 你看得到 他們真的要讓你節制 比如運動員 他們一定不能去夜睡 他們一定要吃好的食物 他們一定要處理他們的生命 如果有一天吵架 他都 比賽都不會冠軍 如果有一天吵架 吵完膠 跟老婆吵完膠 才上去比賽 那就不行 他都一定要 每一件事都要節制 他說 何況那些人是得能懷的冠冕 但我們要得不能懷的冠冕 我們是永恆的 你知道你所得的冠冕是永恆的 你跟教練說 你所得的冠冕是永恆的 是永恆的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我想問你 你有否真心是負的主 有否一些地方真心是負的主 你是會得 不能懷的冠冕 是不是很好 那你還想想更多是負主 我希望大家追求這些 不是追求享受 追求更多是負主 當你要追求這些的時候 是否要節制 節制 節制把口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負面的話 節制自己的情緒 節制自己的慾望 自己想得的東西 節制自己對人的看法 其實這些一切 所以我全部在神裡面是幸福的 為甚麼幸福呢 那個人做得不好 我心裡面可能不強 但我說我不強 結果是我自己不強 所以我就說 我祝福他 我體訓他 我嚴恕他 有些甚麼事情發生 我都說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無所謂的 總之我裡面有些甚麼不服氣 我一定會處理 以至我的心是鬆了 所以我能夠靈敬的時候 阿里阿里阿 感謝耶穌 阿里阿 完全鬆了 是沒有了 放下了所有煩惱的 那這個都是節制 即是管理我的生命 節制為甚麼呢 情緒 情緒影響我們很大的 我們時間的使用 有些人很緊張被人看重 一定要被人看重 不要緊的 沒有人看重 我不要緊的 我一樣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只要沒有人看重 我神看重就可以了 睡眠也要節制 即是說有很多人 很晚很晚睡覺 那天我睡不著 那怎樣呢 起床祈禱真的 放鬆的 很鬆 為甚麼你想睡覺呢 你為甚麼祈禱呢 你不看我 阿里阿 很鬆 可以整個人 軟了 多謝耶穌 你一直想著耶穌 耶穌在愛我的 耶穌陪著我 總之越鬆越好 你就會很容易睡覺 你半夜醒 你又這樣站起來 你會睡得回來 還有被人影響 好了 我現在講一下 社會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難節制的 就是 很多遊戲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 Pokemon Go Pokemon Go 它的來源是甚麼呢 是日本各國神社的神像卡通法 就是它很多是一些神像卡通了的 而那些觀念的名字 都是很多問題的 這些我不是要你有深刻印象 不要入路 只是知道 鬼師 鬼師通 敵鬼 食夢獸 就是 都是一種 總之 好像將你這個人 那些夢都吃光了 就是好像 總之一些 很有鬼魔力量 催眠獸 這個鬼爵 魔爵 魔爵 奉神犬 就是這個是神 它說的神就不是真神 它們那些拜的神的犬 魔爵 就是這些 都是它裡面那些 這些這樣的 那些人物 卡通人物 很多這些 就是這些這樣的 名字 還有它們用 它有不同的法術 這個遊戲是這樣的 就是你用不同的法術 就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這些法術 我都不會講完 就是它用這些 confusion 幻術 儀家 就是不同的鬼爵 騙術 都是很多 武術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用很多武術 所以你知道 第一 不要玩了 我相信你們都沒有玩的了 你教導其他人 其實這個好像我們之前那個 什麼 那個 那部電影 它做了幾集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哈利波特 是的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是影響了很多人 因為他以為 很多人以為是好事 這個也是社會的節制 因為那些 賣這些這樣的 遊戲的人 有些遊戲是免費的 不過他那些告白 賺錢之類 但是也有很多是收費的 那些人可以上網玩 哇 我聽我小孩子的父母說 哇 他花了幾千元 就是他玩遊戲 然後玩遊戲 一邊計時 一邊計錢 那這些呢 是影響 新的一代 被這些 遊戲機控制 還有 也都是很多 這些武術的質素 在裡面 很多靈界的質素 是會導致很多人 被魔鬼控制 哈利波特 說到這個 最後的爭戰的時候 說到這個 白埃大河乾了 然後呢 就出之地來的縱禍 他說到什麼呢 就是有邪靈進入他們的裡面 將來這個末日的爭戰的時候 很多軍隊的人 是有邪靈進入他們裡面 這個邪靈的勢力 在這個世界上 越來越強了 但是有些人 是去接觸這些邪靈的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在這個世代 我們要做 神的明亮的光 影響這個世界 那麼我們想明亮的光 我們一定要在心靈處理 你就留意在我們的心靈裡面 有些什麼 是這麼難處理的 你每天去留意 每天去親人神 每天在神裡面 有平安喜樂 你自然一天 那個人就喜樂 當你每天都在這種 平安喜樂的狀態 還有沒有信心 沒有神的同在 你就自己能夠處理 就是有人有問題找你 你又能夠幫他 其實找我的人 很多種的問題 但是都能幫到他的 你都可以的 我發覺YouTube 真的很有用的 因為很多人找我 很多人我去幫助 雖然有些人找我 只是一下子幫助 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會繼續 就是他的生命被改變 你都可以的 總之你覺得有這個主意 你可以把你的影片放在網上 就會可能有人找你的 就是你給我聯絡的方法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侍奉主你想永存在天上 第一就是你的生命被處理好 生命被處理好是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釘死自己 放下自己 沒有所謂的 我被人罵一下 死不死得呢 不死得 被人罵一下 不要緊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有些人是 你一罵他 他就要爆炸了 不要緊的 人家不理我 當然不要緊 但是有些人覺得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我怎樣跟蹤神 反而最重要 我怎樣發揮生命 是很重要的 我一起討告一下 主人想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看到 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 什麼是乾淨的 什麼是污衛的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 他緊張人怎麼看他 緊張要被人怎麼尊重 緊張他凡事順利 但是其實這些都不緊要 因為神自然會幫助我們 神你負責我們的生命 我們可以放心 放鬆 輕散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賜給我們各樣的恩典 可以大大牽引我們 我們都親近神 是真的的而且確 會有聖靈的果子產生出來 求主幫助我們 時事活在你的愛 你會經常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的 我不需要給你影響的 我可以處理生命的 我可以發揮生命的 Hallelujah 我們的生命是極度寶貴的 我們一起去宣告 我們的生命是極度寶貴的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的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不要浪費我的生命 可以活出聖靈的果子 可以輕散做人 我不用這麼計較的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我們可以得勝有餘的 感謝天父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是可以放鬆的 可以處理生命的 感謝耶穌 在這個時候 我想大家分開三個三個 思想 我們有什麼地方 是難於有聖靈的果子 難於處理的 有什麼地方 你是能夠有這個聖靈的果子流露出來的 你三個去 第一就是找出一個困難 又找出你自己怎樣成長 你怎樣能夠在神裡面成長 又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 然後呢 之後你就出來分享 譬如說回這個果子 你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生出這個果子出來 有什麼困難 即是說出什麼困難 然後呢 你怎樣靠耶穌得勝 然後呢 你可以出來分享 那個過程怎樣做法 三個東西 你記不記得了 困難 還有 如何有聖靈的果子的美好 有什麼地方